110学年度全国高中以及篮球联赛最终决赛即将展开 高中体总也举行决赛记者会 邀请全国男子组女子组八强 总共16支队伍参加宣战仪式 现场也特别邀请三位球星来到现场站台 分别是福尔摩沙台信梦想家程丽焕 高雄全家海生吴小景以及台湾银行苏世轩 其中高中就读一组学校新竹高中的程丽焕 业余大学长身份向许丽妹们信心喊话 我觉得就是坚持吧 我觉得很多篮球很多时候要回到 因为篮球有时候是很开心的 有时候你会很挫折 我觉得就是坚持 坚持在你相信的事情上 坚持在你 坚持在你的侵略性上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侵略性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就是坚持在你所相信的事情 然后保持你的侵略性 另外高中也是从一组出发 现在在SBL台湾银行的苏世轩 高中是就读台中的东达附中 大学进入互卫科大时 学校也是甲二级球队 一直到大三随着学校升上 UBA甲一级才开启他的职业生涯 苏世轩也特别分享 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刚进去的时候 就是有一段撞强期吧 就是可能跟其他队友的 可能配合也好或是一些身体上的强度 或是整个训练的强度 我觉得跟以往自己在 可能高中或大学都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大概几个月的休息时间吧 那时候就是自己花了蛮多时间 不管是在投篮或是在体能上面 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自主训练上 相信自己的努力 然后相信过程 然后就是把随时把自己准备好 那就是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大学长喊话学弟妹们 要对自己有信心展现平静 就像今年喊出的口号永不放弃一样 热血沸腾的110学年度高中 以及篮球联赛全国决赛 将在3月29日到4月2日 于台北体育馆火热开打